工作很累,总不能不做吧 感情在家,总不能不碰吧 家在远,总不能不回吧 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会有遗憾 真正的强者,是夜深人静了 就把心掏出来,风风补补 一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 活着,就该御山开路 御水加强 每个人都有很艰难的时候 熬过去,你会发现 那些差点要了自己命的事 其实,都是来度你的 太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搞不懂 总之,谁让我开心,我就跟谁关系好 谁让我闪闪发光,更爱自己 我就一直跟他关系好 既不讨好别人,也不委屈自己 喜欢的人,就多看一眼 讨厌的人,就离远一些 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 师父说,所有动听的话,配上实际行动才更有意义 不能送伤,就别问我有没有带伤 不能带我去吃饭,就别问我肚子饿不饿 不能给我买,就别问我喜不喜欢 我只看你为我做了什么 不想听你用嘴说了什么 师父说,人这辈子 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 一个都少不了 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 他墙认他墙,清风扶山岗 不要东张西望,不要受人影响 大胆向前走,你的光芒终将被看到 很喜欢一句话 人身风雨露,看开几是花絮 看待就是云烟 日出东海,落西山 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浴室不钻,牛角尖 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不要为难自己,别和他人争吵 太认真,太计较 对的也错了 心宽了,看淡了 错的也对了 心态好,一切都好 师父说,那些逼着你成长的方式 过程也许不值得感谢 但依然有意义 无人问津也好 既不如人也罢 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 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而不是让内心烦躁焦虑 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 和经历 师父说,所有人的看法和评价 都是暂时的 只有自己的经历和成绩 是伴随一生的 几乎所有的担忧和畏惧 都来源于自己的想象 只有当你真的去做了 才会发现有多快乐 当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 要学会收回热情 并礼貌退场 你可以躲在被窝里哭 但是你不可以拿起手机 发不该发的消息 打不该打的电话 成年人最好的自律 就是及时止损 人都有执念 但不能执迷不悟 懂得放下 才能更好地前行 师父说 风华正茂的年纪 不该困在爱与不爱里 希望你可以热烈 而又温柔地生活 做你觉得要紧的事 走你认为善良的路 少理那些满身失踪的怪物 别在意别人口中的评价 懂你的不用解释 不懂你的解释也没用 做喜欢的自己 才最重要 其实独善其身 也没什么不好 花我可以自己买 钱我可以自己赚 风我可以自己吹 海我可以自己看 为什么非要两个人 一个人也可以浪漫 与万事言和 与独处相安 自清 自喜 自清欢 师父说 生活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快乐分享错了人 就成了显白 难过分享错了人 就成为了笑话 高层次的人 都在收敛风貌 低层次的人 才会炫耀 别晒幸福 别晒甜蜜 也别晒成功 幸福 是养自己的心 不是养别人的眼 别再让我遇见 没有结果的人了 我一个重感情的人 承受不起 我多么希望 合适与喜欢 能壮个满怀 你若敢给我 明目张胆的偏爱 我就敢给你 大乘其鼓的炫耀 人生是用来体验的 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 我慢慢接受了 自己的迟钝和平庸 允许自己出错 允许自己偶尔断电 带着遗憾拼命绽放 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 唯一办法 人到了一定年龄 必须扔掉的四样东西 没意义的酒局 不爱你的人 看不起你的亲戚 虚情假意的朋友 如果你前半生 过得一塌糊涂 那么你后半生 一定要重新洗牌 找回最初的自己 记住 你什么都不缺 只缺一份 重新开始的勇气 我听过三观最正的一句话是 当你经济独立 见过世面 你才不会纠结于 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 你应该去爱自己 你的家人 以及这世间万物 热爱不会过期 智趣相投的人 总会相遇 重要的不是什么都拥有 而是想要的 恰好在身边 风华正茂的年纪 还是先好好爱自己 除了生病以外 你感受到的痛苦 都是你的价值观带来的 而非真实存在 把人生的尽头拉远一点 不要老实特写 当你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回望 就会发现 当初以为过不去的那些事 其实全是擦伤